很久沒有來拍這個英雄之戰韓版 那我剛好看他有更新了 5月15號昨天的事情 我想說昨天那個咖啡的咖啡吧怎麼進不去 我以為被鎖區了 還好不是喔 是因為他有更新 他多了一個叫童話的背景 真的很夢幻 很用心啦 這款遊戲其實仔細看他還是很棒 只是說要花那麼多時間去養這個角色 我就覺得太累了 看能得到什麼童話裝 哇靠2500的皮刀紙 嚇死了 喔 女僕的薄薄 送女僕 再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看到差不多了 這些圖案其實真的很漂亮 然後國際版好像 不是對國際版 國際版好像也是 有新裝備 只是沒有特別拍 那我再來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哎呦 介紹 我剛剛好像看到一個模式 我看一下 這個 實在嗎 石場 這是什麼 太久沒玩 哎呦 不一樣的東西 新的魔王 這類似那個當時的封印祭套 這類似那個當時的封印祭套 被戲啊被戲啊 他都不會被擊倒 看來我是一定會死 還會慢動作 他的暗黑球還會慢動作 然後有一個新時裝 我來看一下他們會得到什麼新時裝 剛剛那個叫封印 守護封印 好久沒有講 整體上 沒有差太多 看一下他的世界觀 奇怪 這家公司暗黑復仇者還不趕快出啦 真的是 哎呦 有新招嗎 三頁 看來韓版的介面也沒有 沒有增加什麼 鑽石剩下4000顆 我哪他BI 沒有東西了 其實主要還是沒有上限 沒有上限就沒有東西 聖誕節 至於他的傷層呢 傷層有沒有羽毛抽 沒有 傷層一定要鑽石抽 然後7天 7天領東西的有沒有 這個 現在送這些啊也不怎麼樣啊送的東西也是那樣而已 這個模式沒有增加 其實一個副本制的 遊戲就是這樣 模式只要定型之後他們 好像也想不出新的玩意了 所以就只能看著他 遠落 那我來看一下他的排行好了 60級 戰力800萬 這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這個武神 哇 不知火舞 太厲害了 充劍手 弓箭手 這麼多個都在前面 下個月 下個月有一款叫做刀鋒戰績2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畫面超屌 到時候會玩 會去玩 鎖區 我也要玩 不會因為他鎖區就放棄他 我會像那個暗黑復仇者一樣 你再怎麼鎖區我還是要玩 不過那家公司他比較少在鎖區 因為其實 在這個市場 副本制的遊戲像這種 這種叫做副本制的遊戲 其實 比較沒有那麼受到大眾的歡迎 是小眾市場在玩 但是不是說他沒有市場 他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那只是說其實玩的人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所以 要不要鎖區其實就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要玩嘛 那你鎖區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暗黑復仇者是 派他派去 就沒有那麼多人在玩你還是在那邊鎖區 覺得說喔你很囂張 不然不要玩就好了 好這就是那個 前10名的一些排行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童話裝好像沒有人抽 我來看一下今天的童話裝齁 今天的童話裝 黑色的 法師是一個黑色的 我這邊沒辦法抽 看有沒有人抽 看有沒有人抽 他沒有抽 看來看不到 你們可以到HIT的官方眼站去看 童話裝 那主要呢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廳 下雪的大廳 而且後面還有煙囪 好簡短的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喔 好